嘿大家好,我是CC 今天呢我们来做20分钟的徒手塑形运动第二节 全程无跳动,适合中级以下的健身者 体重基础脚大者,以及膝关节,踝关节脆弱,有过运动损伤的人 依然是5个动作,每个动作做45秒,休息15秒 一共有4个循环,总体就是20分钟 那我出的这套20分钟无跳动塑形系列呢 每堂课后面的标题都是010203,序号标注这个样子 序号呢不代表难度的进阶,只代表每堂课动作的不同 我们这样换着恋才能刺激全身不同的小肌肉群,而且更有气 建议你每天跟我做一个 这样两周之上你会明显发现身材变得紧致 心肺功能有所提升,整体的平衡性、协调性有所增强 而且我会心情变好,更有活力 OK我们开始 第一个动作是深蹲加对侧前踢腿 手肘打开,双手放于耳侧,上身保持自然直 臀部向后座蹲到大腿和地面平行 目光平适不要低头 起身向对角方向踢腿,同时手够脚尖 脚尽量踢得高于髋关节,但是你做不到也不要弯腰 是用宽曲激发力踢腿脚尖找手,而不是手找脚尖 这套动作全程保持呼吸有节奏 在能力范围下尽量跟上我的速度,保持心率较高的水平 接下来是以平板支撑为节奏 基础,对侧手臂和腿同时向两侧打开点地 两侧交替进行 注意核心收紧,不要踏腰也不要撅屁股 肩部保持稳定,不能耸肩 两边重心交替的运动过程中,髋关节不要左右翻动 对了,说一下赤足运动 我习惯光脚做徒手运动 因为人的脚底有很多感受器 赤足运动最大化刺激脚底的经握穴位 使运动的神经回路更敏感 能更好地提升身体机能 但是如果有跑跳的动作的话 膝关节、髋关节脆弱的小伙伴 需要穿缓震好的运动鞋 接下来我们练一下臀部 向一侧屈膝抬腿 接着向后蹬腿 然后换腿重复动作 抬腿蹬腿时感受臀部肌肉发力带蹬腿 向侧台主要锻炼臀中肌和臀小肌 向后台主要锻炼臀大肌 所以我们锻炼全了才能练就饱满的臀形 注意向后蹬腿时后腰不要往下压 形成骨盆前倾的状态 从而用杠杆原理把腿翘上去 而是单纯的臀部收缩 找到发力的位置很重要 你要是找不准我叫你个翘门 闭上眼睛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发力的位置 用心感受 你肯定慢慢的能找到那个部位的发力感 第四个动作算是这些科最有挑战的了 首先是一个仰卧起坐 主要是腹肌发力 也借助双臂向前摆的惯性辅助坐起来 然后抬起一侧手勾对侧脚尖 此时注意保持身体平衡 然后收回伸腿 双手伸过头顶躺下 再起来时换另一侧做动作 我再教你个窍门 如何在做动作的时候保持身体平衡 就是目光盯着一个固定的点 比如我手勾脚尖的时候 就盯着镜子里反射的一盏灯 这样你的小脑受到一个稳定的信号 就利于你的运动式平衡 第五个动作是侧弓步 加上举手臂 跨出一大步站稳 双臂穿过耳朵两侧举过头顶 臀部后坐向侧面蹲到大腿平衡于地面 同时双臂下落到侧平举 臀腿同时发力 感受脚稳稳的蹬地起来 同时双臂上举到垂直于地面的初始位置 两边重复动作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编排的动作都是复合运动 很全身多关节的运动 很好的燃烧脂肪 锻炼你的灵活度和平衡力 而且不像单一动作那样有些枯燥 加油 不许放慢速度 尽量保持匀速 锻炼肌肉耐力 好我们完成了第一轮 接下来重复五个动作进入第二轮 我会再叙述一遍每个动作的要点 给你加深下记忆 等到第三第四轮的时候就自己做咯 第一个动作是深蹲加对侧前踢腿 手肘打开双手放于耳侧 上身保持自然直 臀部向后座蹲到大腿和地面平行 目光平适不要低头 起身向对角方向踢腿 同时手够脚尖 脚尽量踢的高于髋关节 但是你做不到也不要弯腰 是用宽曲激发力踢腿脚尖找手 而不是手找脚尖 这套动作全程保持呼吸有节奏 在能力范围下尽量跟上我的速度 保持心率较高的水平 接下来是以平板支撑为 对侧手臂和腿同时向两侧打开点地 两侧交替进行 注意核心收紧 不要塌腰也不要撅屁股 肩部保持稳定 不能耸肩 两边重心交替的运动过程中 髋关节不要左右翻动 对了说一下赤足运动 我习惯光脚做徒手运动 因为人的脚底有很多感受器 赤足运动最大化刺激脚底的经握穴位 使运动的神经回路更敏感 能更好地提升身体机能 但是如果有跑跳的动作的话 膝关节缓关节脆弱的小伙伴 需要穿缓震好的运动鞋 接下来我们练一下臀部 向一侧屈膝抬腿 接着向后蹬腿 然后换腿重复动作 抬腿蹬腿时感受臀部肌肉发力 带蹬腿 向侧台主要锻炼臀中肌和臀小肌 向后台主要锻炼臀大肌 所以我们锻炼全了 才能练就饱满的臀形 注意向后蹬腿时 后腰不要往下压 形成骨盆前倾的状态 从而用杠杆原理把腿撬上去 而是单纯的臀部收缩 找到发力的位置很重要 你要是找不准 我叫你个撬门 闭上眼睛 能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发力的位置 用心感受 你肯定慢慢的能找到那个部位的发力感 第四个动作算是这些科最有挑战的了 首先是一个仰卧起坐 主要是腹肌发力 也借助双臂向前摆的惯性辅助做起来 然后抬起一侧手勾对侧脚尖 此时注意保持身体平衡 然后收回伸腿 双手伸过头顶躺下 再起来时换另一侧做动作 我再教你个撬门 如何在做动作的时候保持身体平衡 就是目光盯着一个固定的点 比如我手勾脚尖的时候 就盯着镜子里反射的一盏灯 这样你的小脑受到一个稳定的信号 就利于你的运动式平衡 第五个动作是侧弓步加上举手臂 跨出一大步站稳 双臂穿过耳朵两侧举过头顶 臀部后坐向侧面蹲到大腿平衡于地面 同时双臂下落到侧平举 臀腿同时发力 感受脚稳稳的蹬地起来 同时双臂上举到垂直于地面的初始位置 两边重复动作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编排的动作都是复合运动 等全身多关节的运动 很好的燃烧脂肪 锻炼你的灵活度和平衡力 而且不像单一动作那样有些枯燥 嗯 加油 不许放慢速度哦 尽量保持匀速 锻炼肌肉耐力 加油 我们进行到一半了 马上进入第三门锻炼 马上进入第三门锻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转发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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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